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請各位同仁就座 今天的議程是市長施政報告以及質詢 在市長施政報告後 我們將進行黨團的聯合質詢 依序由五黨團結聯盟 中國國民黨團以及民主進步黨團等三個黨團 各發言三十分鐘 代表黨團的議員發言的時間 不計入個人的發言次數 下午跟明天則由各議員 以登記順序來發言 接著我們來確認會議紀錄 第二屆第四次定期大會 第一次會議紀錄 已經放在各位同仁的桌子上 請大家參與 什麼秩序 現場有秩序的問題嗎 謝謝 自己開會 我們要開會 敲碩 這邊 沒事 我們要開會 我們要開會 請高雄市審定庫於1月1日 針對104人部總結院造本會做專案出 因為有時候確實現成立的能力 怎麼沒有 麥克風沒有聲音 請發言 抱歉 等一下 因為我還沒說開會 所以他不敢給你聲音 來 開會 請說 謝謝主席 我正式提秩序問題 議長一開議的時候就講 就是要嚴格 理性問政 嚴格監督 那本來 為人民 嚴格監督市政預算就是我們的天子 所以 我在上禮拜五 院會開會的時候 我有正式做一個提案 就是 為嚴格監督市政預算 請高雄市審計處於11月11日 針對104年度總決算到本會做專案說明 那理由就是 我們是為民喉舌 為人民勘警荷包的單位 但是過去 台灣幾乎各縣市的議會都是什麼呢 你看議程就知道就是只中預算審查 不中決算 那換句話說 這會產生一個嚴重的錯誤 這全高雄市呢 最懂預算的單位 當然是市政府 因為預算是市政府邊的 再來是誰呢 再來是高雄市審計處 他們可以派員 專業人員直接到市政府 去核對每一筆預算到底合不合法 一年到市政府各個單位去審查 請計時兩分鐘 剛剛沒有計時 好 謝謝議長 大家都叫你送你 感謝議長 可以到高雄市政府各個單位去審查 市府的預算執行有沒有效率 每一年呢 就是做這一本決算報告送來議會 但是過去議會的習慣都是什麼 把年度的總預算副委跟決算報告合在一天 換句話說決算報告變成是什麼 遼備一格 讓議場呢會淪為什麼淪為秀場 那我們站在為人民看緊荷包的角度 實際去看 其實市府的行政是什麼 行政是有一貫性的 106年的預算跟105年跟104年 其實相差呢不到百分之十 幾乎預算都是照以前超 百分之九十照以前超 所以我們在審查預算的時候 只要有新的觀念 分成什麼 分成延續性的預算 百分之九十 延續性的預算 參考決算報告 百分之十 市政府新增的項目 那我們可以做政策辯論 請市政府做說明 因為這些錢以前還沒有用過 然後這些新增的建設 是不是符合成本效益 那議員基於這個職責要監督 所以我正式做這個提案 讓審計處來議會做報告 將來我們在審查預算的時候 就分成什麼 分成延續性的預算 百分之九十延續性的預算 跟今年106年高雄市政府 新增出來的預算來做審查 那我覺得審查預算 要回到我們前年審 應該是一本一本審 不是從第一頁開始審起 第一頁開始審起就是淪圍作秀 幾乎每一頁都沒在看 一本一本審對有問題的 才提出來討論 我正式提書面提案 請主席財事 您要提議提案 請議事主說明 這個時候是否可以提案 跟大會報告 議員要提案 任何時間都可以提案 但是這個假如是動議的話 在今天是不適宜的 因為今天不是大會 至於剛剛蕭議員講的 秩序問題的話 這個是 以秩序問題來講的話 是應該是 在議題討論中超出議題問題 才是秩序問題 現在應該不是這個議題 以上報告 謝謝 你的意思是請議員做書面提案 隨時可以提出 是嗎 是的 議員 議員那就請你用書面提出 那今天不是大會 今天是報告 所以請你在大會的時候提出 謝謝 來我們來確認議事錄 議員謝謝你 我們來確認議事錄 剛剛各位同仁已經看桌子上的議事錄 議事會議會議紀錄 請問各位同仁 對會議紀錄有沒有意見 有沒有意見 會議紀錄確認 接下來 是要請陳市長進行施政報告 議長 副議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各位市民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是高雄市議會 第二屆第四次市長的施政報告 我依華必須來這裡 來跟所有的議員女士先生 來說明高雄的改變 也來說明我們高雄所有的一個施政的進度 首先我們跟所有議員女士先生說明 從大家翻開世界的地圖 可以看到整個海港城市的發展 跟港灣是密不可分 高雄是從港灣印譽出來的一個城市 所以高雄能不能順利的轉型 港灣的未來扮演的非常重要關鍵的角色 首先我們跟讓所有的議員女士先生了解 在高雄發起2016年全球港灣城市論壇 上個月在高雄的展覽館登場 針對整個產業的轉型 海洋的觀光城市的合作 跟永續發展四大的主著 跟其他的城市分享自己的經驗 探討共同面對的難題 來尋找對策 希望能夠為高雄轉型提供更明確的方向 這次的論壇總共有25個國家49個城市參與 有兩場主題的演講 16場分組的討論 67位獎者發表演說 超過600位的來賓參與 在會議之外 有19場的官方拜會 29場參訪 大幅的提升我們高雄跟本高雄的企業的 國際的能見度 我們經過密集的討論 各個城市共同簽署 2016全球港灣城市論壇的先言 未來高雄跟各個城市之間 不只是一個航線的結合 更是要展開經濟 文化 貿易等等 這個層面的合作 那高雄是國際經貿發展的一個戰略的重鎮 高雄港的活力 就是台灣的競爭力 我們必須更加努力來提升高雄港 在全球的地位 那整個全球港灣城市論壇 只是第一步 那活動結束是實質交流的開始 兩年以後所有的城市 會再度在高雄記守 全球港灣城市的論壇 會成為常態性國際的會議 還有港灣城市之間的對話 氣氛合作的平台 為高雄帶來巨大的一個可能的商機 那我們針對港灣的發展 我們也提出高雄翻轉的計畫 我們第二個港口 會成為現代化的工業港 舊港會發展成為 有商業文化觀光的亞洲新灣區 非常謝謝中央的認同 位於亞洲新灣區的205兵工廠 已經決定遷移 那市府跟國防部 正式簽署合作的意象書 我們將原地開發是一個經貿原區 我們這個中間歷經很多人的努力 18年的爭取終於有了成果 這是高雄港灣再造重大的一個進展 高雄的市區有76條工業管理的管線貫穿 分數為14家的石化工廠 石化爆炸以後 我們主張相關企業的總部應該南遷 這樣以便我們就近來管理 確保安全 目前包括中油在內的14家公司的總部 都已經前數搬到高雄 在此我們要非常感謝 國營企業跟民間企業的支持 那高雄是既有海空雙港的地理位置 生活環境包括整個產業的形態 都具備來對東南亞 銜接東南亞的優勢 那這一次前九港灣城市論壇 就有12個城市 也就是說四分之一來自東南亞 在論壇的期間 高雄和馬來西亞 寫蘭俄州我們簽署了MOU 那越南海防市提出直航高雄的要求 那我們也要求和印尼亞加達 重啟移業協定 同時要來開拓新的航線 雙方可望有更深入的交流 那高雄以實際的行動支持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我們要成為新南向的基地 來跟東南亞密切交流 共創整個區域的繁榮跟進步 那以下我會針對財政經濟觀光社會區域發展 來分別跟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來報告市政的成果跟展望 首先我們要說明高雄的財政大家都很關心 財政困難是中央跟地方長期存在結構性的問題 勞健保欠會補助就是最明確的例子 那在新政府成立 我們積極跟蔡英文總統林全院長討論 表達高雄人渴望公平爭取福祉的願望 我們再加上議會全力出身出力 還有高雄市級11位的高雄立委協助爭取 今天我們終於得到中央的支持 翻轉過去不公平的勞健保補助的原則 改為跟台北市是同樣的基礎 同樣的比例 我們預計可以得到124億的補助款 那雖然中央主計處目前的方案對高雄來說 還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許多高雄籍的立委也主張應該依據 地方政府的財力等級 給予我們高雄更合理的補助 但這些我都支持 但為了回應中央勇於改革的善意 我們決定在106年度我們編列了20.45億 來逐步支付我們對中央勞健保會的欠慰 來期待中央跟地方攜手 共同解決成科 那必須說明中央同意都補助高雄124億 只是回到對高雄更公平的合理的基礎 但這件事既有指標的意義 代表我們追求財政正義的成果 我們看到中央已逐步正視南北金河的問題 第一步是解決勞健保欠慰爭議 減少高雄不合理的負擔124億 第二從明年中央補助來看 除了統籌分配款是依照一定的公式來決定 除非修法很難變動 但是在一般性和計畫型的補助款 都給高雄將近59億 值得一提的是 計畫型補助中 我們將延宕了十年的新台十七線 橋頭到南子段 道路開闢的工程 最近幾天得到營建署生活圈道路 七億五千七百萬的補助 這個延伸到左營南門延緩路段的土地問題 市府會持續密集 跟國防部來協調 這些都足以表示 未來台灣更能朝向南北支援公平 區域平衡發展來邁進 在縣市合併以後 我個人曾經縣市 我們一定要努力 來招商引資土地活化 來開發捷運場站作為手段 來活絡經濟 創造稅收 讓高雄市的財政能夠正向循環 經過了這幾年的努力 也得到一定的成果 其中包含高雄市政府得到 104年度招商卓業獎 去年我們總共有七個招商案的簽約 包括核花產業園區 圖書館文創會館 澄清會館ROT案 總金額高達260億 全國第二 僅次於交通部 在地方政府上 我們的招商是名列第一 在捷運場站的開發方面 5月份大魯閣草業到開幕以後 帶動捷運搭乘的人潮 整個草業站 平均日的日運量增加了1萬人次 假日增加了2萬7千人次 另外今年的7月 市政府高雄醫學院跟高捷公司三方簽約 高醫將在捷運南岡山站設立岡山醫院 投資金額33億5千萬 可以創造1千名的就業機會 最重要的是 每年可以提供60萬人次的服務 這樣可以提升北高雄的醫療照顧 另外在106年的總預算的籌編上 市政府謹守議會 對我們財政的督促監督 我們努力做到第一 降低舉載 106年稅入1,216億 稅出1,289億 除了要求各機關檢討業務內容以外 我們刪減人事會自然成長4億元 我們近期借為73億 相較於105年 幾再減少3千7百多萬 那第二 我們提高資本的支出 106年總預算的支本門的比例是16% 高於105年的14.89% 展現我們市府建設高雄的捷薪 第三 我們簡列第二億倍金 今年的預算籌編比往年更困難 基於地方建設優先 我們榮然簡列第二億倍金 1億來充實我們基層建設的財源 第四 我們來公平照顧市府的同仁 為了配合中央的政策 我們明年退休人員三節慰問金的領取資格 限收為一退縫2萬5千萬以下 因公受傷或者身心障礙的退休同仁 但對於較弱勢的基工工友 容然我們照例花給他們的慰問金 那總共明年大概可以省去8千6百萬 另外我們的清潔隊員同仁最辛苦 他們維護這一座城市的乾淨面容 必須在颱風的風雨中出勤 同時是前年無休 防止登革日 所以我們從明年開始 清潔隊員的清潔獎金 我們跟台北 桃園 台中一致 從每個月6千元提高到8千元 總共增加了七千八百萬元 來照顧我們第一線的清潔隊員 辛苦的同仁 那另外我們新增投資一百七十三億 增加四千個就業的機會 市政府努力在國內外招香 今年一月到七月 新增投資的廠商是三十三家 投資的金額一百七十三億 創造了四千個就業機會 市政府為了獎勵投資 到七年制定了我們高雄市 促進產業發展自治條例 到七年為止已經核准研發獎勵 投資的補助總共有三十五案 帶動整個投資金額一百二十五億 創造就業的機會是四千九百三十人 另外產業的轉型升級 關鍵在整個知識的創新跟研發 市政府跟工研院中山大學高印大 平科大合作 我們成立的南台灣跨領域創新中心 以金屬 農業 海洋 衣材 四大產業為主著 市政府提供了一千五百坪的空間 目前工研院已經進駐 貨系還有中金院 三花院等進駐 希望成為南部的研發重鎮 吸引高階人才還有資金挹注高雄 我們希望能夠依據南部產業的需求 發揮大學的研發能量 那由我們業界將研發成果能夠產業化 那接下來要報告就是高雄非常歡迎 新興產業的投資 在資訊科技產業的方面 我們和雷陽創製科技神皇資訊合作 我們將深跟資訊安全還有電商的服務 打造智慧城市跟新南向應酬的基地 而成高資訊服務公司跟高音大 第一科大高院科大進行產學合作 將發展智慧化數據的一個應用業務 另外智慧資訊在高軟園區 投資的體感模擬的測試館 已經在去年完工 第三期會興建智慧大樓 設立國際創意中心 亦計在一百零九年完工 可創造兩千個就業機會 總產值可以達到三十億 那光寶科技在南子加工區的 周轉基地計畫 第一期主要是汽車電子事業部的一個拓廠 明年初動工 那預計在一百零八年完工投產 那第二期成立高雄營運中心 將成為高附加價值的一個生產基地 那全球封測大廠 日夜光持續投資高雄 計畫五年內蓋六座的廠房 K21 K22 K23廠已經完工 第四座的K24廠 十月初剛剛動工 後年完工以後投產 可帶來一千八百個的工作機會 在服務業方面 大陸國草芽道 購物中心五業盛大開幕 每年將吸收一千兩百萬人造房 成為觀光人潮和地方消費的新地標 我在物流業還有陽基海通公司DHL 在前任區 他們建置更完善的高雄服務中心 在國際合作方面 德國漢門德公司在高雄加工出口區 設立營運跟製造總部 那在九月開幕 我們也促成日本第一大 全球第五大的山林東京日銀銀行 設立高雄分行 透過他們全球金融的網絡 來多樣化的一個金融服務 可以吸引更多的日商來高雄投資 開拓更多的國際市場 那另外我想在融移產業的方面 市政府持續經營高雄首選 高雄海衛 這是兩個我們市政府的品牌 高雄首選7年打通了中通杜拜 跟巴林王國新的通路 那今年我們又到阿曼王國行銷歡石流 蜜藻還有紅農國 另外我們也輔導農民團體跟行農 前往東京新加坡上海參加食品展 那今年到目前為止 海外拓銷的總額達到2億 那海洋局除了參與各大食品展 今年跟MLD台旅生活商場合作 我們設置的高雄海衛專區 一估前年海內外接單可達到10億元 那在觀光產業方面 我們的目標是開闢多元化的市場 首先我們組團到日本大阪 韓國的首爾 虎山 還有中國大陸的北方十省 我們推廣旅遊 最近我們更到新加坡 馬來西亞 泰國 東京 福治民市 行銷高雄的觀光 我們也透過政策獎勵 旅行業者像東北亞 東南亞 還有港澳旅客推廣高雄的旅遊 目前已經有11家旅行社通過申請 有來自越南的首發團 已經在三頁抵達 陸續會在兩千多個旅客來高雄 藉此來鼓勵我們旅行業者 開發日韓新麻 港澳的課研 我們將向中央爭取開放 印度 印尼 越南 泰國 菲律賓等國家的旅客 享有免簽證入台 也會讓上位免簽的東南亞國家 能夠享有72小時免簽入境的服務 讓高雄能夠成為對東南亞最友善的一個城市 那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 上半年高雄遊客大概是390萬 跟去年同期395萬 列減了1.3% 其中中國大陸的旅客降幅大概14% 減少了17萬人 但是新加坡馬來西亞 日本的旅客有20%到30%的成長 國內旅客也有增加 高雄歡迎所有的各個國家的旅客 我們也會持續努力做友善的一個觀光的措施 那高雄市我們最近引進的全國第一輛 整個雙頂雙城的觀光巴士 那這是第一輛複合歐盟六起環保排放標準的巴士 成為臺灣交通的新量點 目前已經行駛亞洲新灣區的街道上 跟輕軌一起帶動觀光的發展 那另外有關於建構完善的捷運路 高雄的輕軌捷運 那是臺灣首創 催生的過程非常的艱辛 環狀輕軌第一期的14座車站中 西一到西八站已經通車 目前有38萬人次的硬量 但是後續的工程到9月底的進度 是90%跨越愛河的高架橋結構已經完成 希望在農曆年前 西萬到西市可前線中突 統車至於西十市到西三十七站的第二期的工程 已經由中鋼公司得標 希望能夠日起如止 能夠完成整個環狀輕軌的路線 那高雄是需要更完整的捷運路網 紅線的岡山站到路主延伸線 我們會串聯北高雄的產業廊道 其中第一個階段 南岡山站向北延伸到岡山火車站 歷經15年的爭取 終於得到交通部拍板定案 跨出第一步 第二個階段 岡山站到大福站的可行性評估 已經提報交通部審查 我們會積極爭取 來服務住在大岡山路主湖內 還有來往科學園區工業區的市民 另外老人的議題 長照2.0明年會啟動 市政府將建立優質平價普及的長照服務體系 來減輕家屬的負擔 我們的計畫強調服務的彈性 我們會擴大創新整合跟延伸 第一 我們會擴大服務的對象 以定點定時的雙定模式 來提供我們交通的接受 並擴大對長照機構的補助 以及擴大喘息服務 第二我們將推廣事辦的計畫 譬如私自鎮服務的一個照顧服務 原住民社區整合型的服務 來成立社區整合型的服務中心 複合型的日間服務中心 還有巷弄的一個長照站 第三我們會將服務往前或者往後延伸 往前的延伸 是指抑防或者延緩他所有的長輩私能 包括生活的功能的重建 膳食的營養 口腔保健等等 向後延伸是指出院以後的準備服務 居家醫療等等 長照2.0的核心 是一個社區整體的照顧 我們會擴大整個服務的對象 辦理人力的培訓 來辦理各種創新服務 提供更多元更普及更親近的長照服務 市政府會積極應用我們的所有的公有的空間 設置的93處服務的設施 我們以公託、生臟 包括藻療、老人、福利、新住民、兒少等等 的這些福利服務為主 其中學校的用地17處 區公所辦公的空間裡 活動中心、文康活動中心等15處 都花局國宰13次 其以為金花局的市場用地 市政府會持續活化公有的空間 來拓展我們社福的據點 閒置的銷售 我們會成為活化的重點 另外 我們市政府會推動公民參與室的預算 公民參與公共事務 越來越受到重視 那今年市政府首度推動整個參與室的預算 用直接民主的方式 深入社區 有民眾自己提案、審議 還有投票 讓婦女跟長輩日常的需求 落實在市府的施政 目前已經完成陪例課程跟工作房 經過社區居民的腦力的激大 提出很多很有創意的方案 譬如長輩提出偏鄉移動式的醫療 還有友善的接駁 退休人力銀行 還有婦女朋友 希望有友善臨託的服務 就業平台APP 還有親子共存 接下來這些方案 會透過實體跟網路平台 來提供公開的越南 讓市民了解方案的內容 在10月22號 會進行公開投票 票選優勝的方案 然後由市政府編列預算來執行 在報告大高雄各區的建設之前 我們要向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分享 市立圖書館總管得到2016 全球卓越建設獎 我們的公務團隊特別前往 巴拿馬領獎 另外今年的國家卓越建設獎 高雄得到16個獎項 顯示市政府透過自水交通公園立地 來建構環境美學 力圖轉型高雄是一個宜基城市 已經受到各界的肯定 在此我們跟全體市民來分享 這樣的一個榮耀 接下來要來報告 東高雄齊美酒區的建設 在交通的部分 列門東風橋跟美濃地震以後 檢測為為橋 市政府投入了4800萬改建 那預計在明年的三月會完工 那可以提升行車安全跟便利性 在治水的方面 齊山西州抽水站已經完工 那最大的抽水量是每秒7.5噸 那這一次美激颱風帶來7.3 12小時的雨量是402毫米 超越了莫拉克颱風360毫米的紀錄 抽水站三台的抽水機 在9月27日晚間啟動 到28日的中午水位退了才停止 總抽水量超過50萬噸 如果沒有西州抽水站 我想在整個西州淹水的災情恐怕更為嚴重 面對整個極端氣候的強降雨 我們會積極爭取齊山整個西山西的沿線 要徵受整個抽水站或者設置置洪池 務必要解決西州 昆州 中州 星光地區淹水的問題 那另外就是湖光山社優美的美濃 我們的中政府依照地方名義 改為美濃府 同時在4月完成東側景觀利美化的改善工程 提升景觀的品質 同時具有生態交易跟制洪池的功能 市府向中央爭取美濃府水庫黃洪改善工程 同時配合美濃山下排水收集的系統 還有美濃府渠道透寬的工程 來改善美濃市區淹水的問題 在產業的部分 總經費1億4千萬的美濃集安農地 重劃工程已經在5月完成 改善了原先耕地 淋上還有不適合耕作的一個秋行 那重劃以後的農地灌溉 整個管理的方便 也讓這個搬運的作業非常順利 提升農產品的產量 在文教方面 齊山大洲國中的校舍改善已經完工 我們提供私生安全的交易環境 也帶給社區新的氣象 在公共服務方面 六歸區衛生所大樓新建工程已經在3月開工 將來可以提供在地緊急醫療以及轉介就醫的服務 為了因應整個公立納古塔這個整個櫃位的需求 我們在內門 在齊山 我們新增加了5000個納古塔的櫃位 今年內會先完成2500個 接下來跟各位議員女士先生來說明北高雄的建設 那整個櫃町地區 櫃町路二段 整個濱海路四段以南的道路透寬工程已經完工 路足區高11縣 縣寬是4公尺 市政府投入了5億透寬 工程已經開工 可以疏解台一縣非常擁賽的狀況 謎頭區 文藍橋跟海圍橋是銜接踏底海堤主要的橋樑 市政府投入8000萬來改善整個橋樑的安全 會在明年中完工 謎頭巷 中正路 九巷 是舊部落重要的聯絡道路 整個巷道非常狹窄 不利通行 最主要是環湖救災 所以市政府籌了6700萬透寬 在11月就會開放通行 在治水方面 永安治洪池歷經10年 用很多協調棕椅完工啟用 同時兼記 環洪環保 還有修氣的功能 在整個十樓潭排水跟抽水站 我們的工程進行花苞 我們將其道透寬到12米 市政府近年整治大寮的排水 還有能夠容納150萬噸洪水的點寶溫 AV制洪池對於水患已經有所改善 未來 我們必須繼續爭取 第一區的制洪池和排水的設施 來提升整個環洪的標準 在文教方面 阿聯中路國民小學校舍改建已經完工 在改善老舊校舍耐震安全的部分 我們提供私生優質的學習環境 在公共服務方面 彌陀善意日間照顧中心已經揭牌啟用 我們提供社區長輩優質的照顧 我們燕草動物保護關愛園區 已經開幕佔地一公頃 是全國最新範圍最大的公立動物中途之家 我們也得到國家卓越建設獎的優質獎 在全國公立動物收容所之中 這是最受到肯定 堪稱是第一名 北高雄沿海是我們一夜的重鎮 那四五分年度來改善我們移業的設施 我們今年會改善新達港的 最近的一個海碼頭106公尺 還有歐阿寮整個魚缸 它的碼頭137公尺 提供我們移民更安全的作業環境 另外我們花了一億五千萬的歐阿寮魚缸 直銷中心 我們會在明年完工 提供更舒適 明亮 儀式長的一個空間 那接下來報告是南高雄的建設 首先在交通的方面 我們立志接打通到五全南路 已經開放通行 我們建立的更完善的交通路網 是打造鳳山立都心的一個 所最重要的一條路 大寮區的主要幹道 節溪路的路面老壞 損壞 市政府籌編一千兩百萬改善 那並且我們將管線 人手孔的這個孔下的地域平面的 路面的平坦度 這個部分我們做了改善 已經達到國道的標準 另外就是林延北山二路 是中營宜港跟整個善圍宜港主要的聯絡道 那當地一再緩應路面寬度不足 經中油資源二點二三億 市政府施工拓寬 也會來設置整個排水相寒 來解決積水的問題 別段的部分已經在六月通車 那配合衛武營一文中心未來的營運 那市政府耗資的可以說兩億六千八百萬 打通跟捷運站的這個聯通道 已經在五月完工 那可以紓解未來衛武營營運的人潮 那國道十號營草交流道延伸到高四十六線 並且銜接一百八十六甲線 那總經費是六億八月已經開工 可望分散整個營草交流道 跟一大二路的車流量 來改善人武大社跟營草的交通 那在治水方面 人武區仁雄路以水下水道的工程 已經完工 那有效的倒排地挖地區的降水的積水 那人武八卦里 治宏公園和頂津系統的這個交流道 照周邊的治宏池的利貸 總經費五千萬 完工以後可以紓解八卦地區 跟三明東區的淹水問題 在文教方面 大寮國中第二期校舍改建 在六月完工 鳳山曹宮國小和大寮的整個曹寮國中 我們是投入了一億八千萬來改建 明年會完工 那可以提升校舍耐震的標準 還有交水環境的安全 在產業的部分 林維善維移港 因為颱風還有高頻期的飄沙 航道嚴重的一個衣賽 我們今年投入兩千五百萬輸菌 可以改善航行的安全 永續海洋產業的經營 在公共服務方面 我們大概花了一億兩千萬 新建消防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 人無分隊消防的聽設 建築已經在八月完工 可以取得立建築的標章 可以強化人物大設整個救災救護的網站 那最後是都會區的建設 我們為了要配合輕軌路線 沿城區領海新路前段增設六公尺寬的車道 已經完成 我們可以經由輕軌捷運 以汽機車並行 同時退縮人行道 增加增設公車灣 來改善哈馬新公共運輸轉成的環境 在產業的方面 市政府推動鳳山溪污水處理場 放流水回收再利用 計畫將污水升級為再生水的三期 供應領海工業區使用 市政府以汉廠商簽約 成為前台第一個污水再生的VTO案 是水資源在利用重要的里程碑 在文教建設的部分 中正高工專科實習大樓已經完成 那整個經費是一億六千萬 我們增加新的課程實習的空間 改善採官通風 還有安全兼具的動線 來符合整個公安衛生的要求 那林雅國中第二期的校舍改善已經完工 中山國小預計遭收六十班 包括中山國小這個簽孝 我們投入是四億八千萬 等等這些都完工 中山國小會預計再遭收六十班 來疏解每次玩地區 協領人口的一個入協的需求 在市榮景觀的部分 市政府籌備了六億 籌設了六億五千多萬 辦理覆頂金公墓的簽障 A區的這個待齊 這個挖掘的作業已經在進行 預計在107年全部完成 整個舊的墳墓簽障以後 我們會結合金獅府 澄清府風景區 打造雙幅爆山的森林公園 形成廣達三百六十六公頃的綠色廊道 增加環境的色彩 賦予公共空間新的風貌 在公共服務的方面 我們國內第一座跟國民小協 共存的日照中心 新興區大同福樂協堂 日間照顧中心已經正式開幕 可縮縮三十名的長輩 期待能夠拉近孩子跟長輩的距離 這還有位於我們小港地區 納魯灣原住民老人 日間的關懷站 也在七月揭牌 結合了小港醫院的醫療的資源 來成為原住民社會 整個住宅的典範 可以落實我們原住民在地安養 在地終老 那最後我想 各位議員理事先生 高雄既有我們山海河港 所有的地理風景 便捷的海空雙港 還有我們真的是高雄 是一個非常特殊 足以發展的一個城市 那我們希望高雄未來 絕對能夠有條件 成為是全球的高雄 經過高雄 臺灣可以連結整個全世界 但高雄的進步 也不是一路平坦 從縣市合併 石化氣爆 到港市的合作 我們走過很多區區的道路 非常感謝 現階段 整個新的政府 足以解決高雄所面臨的困難 從勞建保會的補助的財政 跟市民命運一共的中油總部南遷 到我們苦等了18年的 205兵工廠的遷移 證明新政府 我們已經聽到高雄人 期待 呼喊南北平衡的心聲 高雄 承擔了國家發展 重工業的使命 也承受環境污染的痛苦 尤其是大林埔 縫鼻頭的地區 那是可以說是工業區中的孤島 所以兩個禮拜以前 我特地拜會行政院 臨前院長 為我們大林埔 縫鼻頭的市民請命 臨前院長給予我們正面的回應 認為政府責務旁貸 對於居民牽村的意願 那院長表示 他會近期能夠到高雄 到大林埔 傾聽民意 是不是了解大家 對於未來大林埔的問題 要不要牽村 那來傾聽民意 那非常謝謝大家 中央對高雄環境問題的重視 我們期待能夠一步一步 擬聚共識 來解決大林埔 牽村的問題 在一步一步解決困難的同時 高雄市各項建設 也同步進行 那我們希望高雄有便捷的交通路網 創新產業的能量 我們希望高雄市長期照顧的服務 榮儀業的提升 以及觀光文化的魅力等等 我們會努力逐步來展開 那我在這裡也要向大家報告 高雄在發展的路途上 為了建設的需求 我們必須在不同市民的意見 跟利益的一個之中 有所鴻品損益 我們難免為了一個市 一個公共的利益 無法讓所有的人感到滿意 但是我想我們幾個大家所關心的議題 沒有一個是為了私人 或私人企業的利益 目逆都是為了交通 治水環境的改善 那儘管這樣 那當然跟利益關係者的爭議 一定會經常發生 那我們是否針對個人利益受損害者 我們會竭盡所能溝通協調 提出補償救濟的方案 針對弱勢 我們要有特別的救濟跟安置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過程之中 不斷的溝通協調 當然有時候作為市長 我必須考慮所有高雄人的共同利益 還有高雄長期的發展 那我也不能任由所有的公共建設 一拖延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不作為 如果因為這樣被誤會被攻擊 我知道我必須承擔 但是我是希望請求市民朋友能夠支持 我們也應該要提供更迅速更完整 更簡明容易懂的資訊 讓市民了解 我們也認為高雄市政府會還行檢討 我們是不是跟社會的溝通應該更周圓 很多關心社會大眾公民團體的溝通 我們是不是做得不夠 我們都應該更檢討 總而言之 我們希望高雄在一個翻轉重要階段 我們祈求大家為了高雄的發展 能夠繼續支持我們進步前進 那以上的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議長副議長 各位議員理事先生 跟大家說多來感謝 謝謝 謝謝市長的市政報告 今天旁聽席來到很多的貴賓 我想要在各黨團的聯合諮詢之前 先介紹旁聽席的所有的貴賓 我拿到的是按照大會工作人員 送來的先後順序來念 請再來 因為貴賓非常的多 請全部念完再一次掌聲 不然念到第三個你們掌聲 後來就聽不到第四個了 謝謝 山明區 吳慶東里長 吳阿吉里長 郭立香里長 陳金貴里長 莊嘉明里長 周田雪椒里長 許元成里長 陳榮臻里長 鳳山區 郭富美金里長 黃昭清里長 前鎮區 王震亨里長 趙永耀里長 林雅區 蔡常志里長 林博文里長 黃茂森里長 吳明縣里長 吳明縣里長 林靜安里長 林沖發里長 黃旭黃里長 莊文中里長 張烈剛里長 曾鎮國里長 劉榮福里長 邱瑞翔里長 林峰副里長 新興區 沈玉林里長 陳青蓮里長 謝國南里長 陳福明里長 葉智陽里長 葉智陽里長 還有 各公民團體 反馬頭山事業廢棄物自救會 高淑慧小姐 鄭秦路第五傳渠自救會 石道先生 前鎮第一公有臨時市場自救會 會長趙廣榮先生 中央公園戶地戶數聯盟理事長 張成賢先生 連池潭居住正義自救會 會長 卓敏俊先生 新崇石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江 這個字怎麼念 江悟先生 舊佐營國中拆遷戶自救會 會長 許家來先生 三民果菜市場自救會 吳富雄先生 高雄市公民大聯盟理事長 陳明斌先生 以上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 謝謝各位里長跟各位理事長 高雄市議會是高雄市最高民意機關 請各位用民主的風範在這裡旁聽 同時也歡迎大家常常來高雄市議會旁聽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先進行五黨團結聯盟的質詢 30分鐘後我們休息 再進行國民黨團跟民主進步黨團的質詢 我們請五黨團結聯盟開始 30分鐘 議長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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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市政府也好,市政府也好,市政府也好,就是中有的政策,104年的市政委立場,就是一定遵守中央政策,100公斤就一定來關上去。 市政府也好,或是中有的代表,或是後進的,或是環保團體,大家坐下來談。 中!中有一個土地要怎麼頭許?中央跟我們副公民就是,要根據劃他們,他們不把他靠著,就不能理會。 當然,市立民、副市長,也可以打負責,中央就是幫我們副。 過期,中央是有兩面,包括他們污染又不承認,讓我們抓到了,他們不排除,他們要關停服務就對了。 他們不太害怕的煮炸法 再跟我們搶聲 搶光聽聽看 過去實在有更多阿伯 有更多阿萬 當然現在我們新的副市長 曾經得起 當然這有直接的溝通窗口 這開始說 化解很多衝突 市長 我想你也知道 市長也幫忙 這麼多 化解很多的衝突 當然我們這裡有一些建議 我跟議政 跟議員 我都由德國看過 有在德國這個如何的工業區 我們一開始要求是否來中友可以來仿照這個如何的工業區 因為這也要提升高雄市的觀光產業 因為中友裡面很大 你要讓行路 要看北京都比使用保護館還好 比生態公園還好 和結合在一起 你要讓行路 絕對沒辦法讓行路下去 因為裡面非常大 所以我們可以提供電平車 用電平車要去 也是要收錢 你要去看也要收錢 你要去也是要去 也是要收錢 德國也是這樣 所以這種仿照會帶東安來高雄市的觀光產值 不然你現在可以說是聯資坦 如果沒有收錢 它要收賣 回去找去 沒看到人 所以如果還有另外一個觀光的景點 來結合聯資坦這個地方 結合在一起 我想說我們可以留下觀光客在高雄 多住一個晚上 可以再多多一面 所以你說它的工廳要怎麼留 幾個工廳要怎麼留下來 包括我跟我說的油槽 會留下來幾顆下來 兩顆 可以做潛水教練場 可以做潛水 我們整個台灣 也沒有陸地上的可能潛水教練 不會教練場 如果說我希望是有留一個很大的油槽 它要做潛水教練場 我們也可以來防照這個 我們也可以來防照 所以這部分 是不是拜託市長這邊 因為現在 陳董事長在副市長去的 溝通真的是非常順暢 是不是說 他們來溝通一下 市政府代表中議的 我們地方的 還有環保團體 大家做下來 看要怎麼來規劃 要怎麼來阿拜 要怎麼來利用這個土地 這之前我也說過 不要急以死 你跟他簽定五十年做國文 五十年後的人 開去解決 看這個土地也沒關係 問題是我們五十年 在這黑人都沒有辦法在 在這黑人都沒有辦法在 以後人家開去解決 所以 這種 也會取決的 非常好的政績就對了 你說 他政府過去的政策 他總有就是 一定要簽證 要簽證 政府 我們市政府的 好好來規劃利用 這北京都說 我們市政府的 一個市長 非常好的政績 留在高雄上市 這步 拜託市長 還要跟總有 陳董事長 還要再溝通一下 謝謝 還有一段就是 我們這個交通籍 我要請教的交通籍 交通籍 前面我總書前說過 這段我會繼續追蹤 就是這個R10的 這個油產國小的那陣 油產國小那陣 油產國小那陣 一個車位 一個機車位 籃球 你包括文中港的來 衛衝的來 他們自公的來 附近的人 就是一定要來 油產國小這陣 買解決運 他們那些人 不會去 那個 那個 不會去 架工區那陣 因為架工那陣 會動線 對他們這邊的人 不方便 所以他們這邊的 我剛才說 文中港 偉衝的 子宮要來 一定要來 油產國小這陣 這動線比較好 動線比較好 前面我有圖片 我也說明過 他的機車位 就是要停一個 金融圖裡面 中間 還要帶著牌 這立地是中央的 你要違規停的 他要給你指爆 他要給你指爆 這是真的不合理 像剛才說的 我們在捷運場 我們可以來開發 我們要來開發 中央才要溝通一下 包括我家父子這陣 要溝通 我會找人溝通 把那些手 打起來 那個立地 因為他裡面都沒有東西 他裡面都沒有東西 只有手 手跟草皮 都沒有東西 不影響我們停車 也不想影響中央 都沒有影響 要溝通 我們家人把這塊 拿出來 讓這些人可以來停車 因為原總港那陣 那陣 有些人 真的跟我說 我們家人要來繼續 來駕駛這塊 讓我們這裡的停車 可以來解決 他們的駕駛 你現在要為了 要音量 要音量 沒有停車 沒有人有辦法停 沒有人有辦法停車 所有的音量就沒有辦法提升 所以這點也不知道 我們家父子 還在繼續找中央 這邊溝通 我會跟他們溝通 我會跟他們溝通 要提升我們這個 市容 要不然你整個 公司停車到幾個 人家就有辦法看 真的有辦法看 你如果說 停車到整齊 我們有 正式的停車場 我們的市容 也會很好看 提升我們的市容 當然 他們前面的 你剛才說的 我就不接受了 像我會騎 對你的生活 會騷擾 我說對你的生活 會騷擾 你老爸都問出來 你們有10千塊 在生活就好了 因為出了多好 我都可以 會騷擾到 我都不是 我都不是在解決問題 所以這點 拜託加風姐姐 這邊又繼續追蹤 我還要再來 溝通這些問題 因為這個時間 議政 還是跟我的議題 一樣 這點如何攻擊 這點 我議政再詳細 再來給市長 報告一下 議長謝謝 市長副市長 還有各位 局長 各位市民朋友 各位同仁大家早 接續 剛剛因為 它有 我們這個 中有五親的 後續的處理 因為它有 時間上的急迫性 所以我們也跟 黃石龍議員 在這個 利用五黨籍黨團的時間 在這裡跟市政府 在做溝通 我想第一個 中有這個大家一定都 因為我想高雄人都知道 那 事實上我們市長 也許還有各位局所所長 跟我們很多議員 南部的學者專家 幾乎有的人去留學 已經有的去問一次 對它的整個發展 大家都好像 出兵出兵出兵的事情 在討論 但是不要說 考察了半天 結果真正輪到我們的時候 也有八行 也有一兩行 到時候就說 怎麼去我們有做了哪些事情 那我們希望再次的檢討 我們希望有幾個策略 再看這一段事件 第一個 它在循環經濟裡面 能夠做哪些示範 或做哪些實踐 在這裡能夠 在這個基地 能夠被處理 第二個 它是一個工業遺址 很精彩的工業遺址 不要馬上拆 不是說不能拆 不要馬上拆 經過討論 我們再來討論 這個工業遺址的整個保存 到底哪些保存 跟所謂的土地改良 中間的整個協調性 第二個 剛剛黃議員有提到 它可能在整治過程 可能是十年 可能是十五年 可能二十年 那這個過程當中 不要說人生五十年 要幾年 這個休閒空間 哪些規劃 在整治的過程當中 不影響整治 也不影響市民的 在裡面的活動 也可以在做哪些 休閒空間的整個規劃 也要在這裡實踐 第三個 它有很多的活動 很多的創意 都可以包括經發局 都可以在這邊利用 第四個 我先講第四個 是綠能研究所 它目前一個綠能研究所 本來只是他們 他們中油內部的研究人員 都集中在那邊 有很多有實物 有實化方面的 很多的 不管年輕的 年長的 很多經驗 都在綠能研究所 這些人才 而且有些地方 是散去在各工廠 可是基地是在這裡 但是所有的人 都不曉得中油 未來怎麼安排他們 是這麼 也不曉得有什麼想法 我們希望 連海洋研究中心也在高雄 我們希望 中油的在綠能研究所 能夠在這個基地 能夠被 也是一種轉換 等於從傳統的實化 轉換到高質化 或轉換到很多環保的產能 的經濟的產品 研發都能在這裡 甚至擴大這些研究的一個機構 然後把他們的研究成果 跟高雄在地的很多產業 能夠互相交流 我跟他們訪談了好幾次 他們的在綠能研究 在有關實化這個 是台灣當然是首屈一指 他們的角色 是跟工研院一樣 但工研院是 本身會有跟產業交流 或者賣智慧財產權 他們是沒有 完全是在中油底下裡面 在研究 怎麼讓它變成一個 世界級的研究所 我想在在都要市政府 跟我們現在的中油 也是我們前副市長 好好來研究 那公民參與 第四個就是公民參與這個部分 要很多想法 不是中油的想法 也不是市政府的想法 也不是市院的想法 我想也不只只有在地的想法 也不只只有後進的想法 可能大家的想法 都要能夠一起來參與 來我從一開始來 那四大部分 我想如果公益區大家知道 包括前一陣子的紅點 都來 怎麼樣去轉換參與 那火車站的整個 我要講就是 我們的參與 希望能夠公民參與 我再次強調 包括在上面很多不同的意見 市政府的很多轉型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 好的公民參與 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 而且會創造更精彩的一個 市政成果 以高雄火車站來講 之前我們設計的是 你看那個模樣 出來的時候 高雄七 學者專家 大家都 我們的火車站 怎麼變成一個 好像是那個什麼 起大樓這樣而已 結果那時候 我們的很多的建築師 在地的建築師 學者專家 包括議會 都到市政府 那是 如果說華航 是容值 顏值最高的抗議團體 那一場的抗議 是專業水準成分最高的抗議團體 也許出現只有二十幾個 可是那個的內涵 代表了高雄市對美學 對整個空間 這幾年的改造 居然露了這麼大一塊 那我們也很高興 市長那時候 接受我們市議會的建議 萬半年 萬半年 再讓我們來討論 結果委託了高雄大學 曾子豐教授所帶領的 整個跟當地 跟很多市民 整個所有關心的人 討論了半年 把這些大家的期待 再給教委市政府 四個人都發局 再委託跟鐵路局 鐵改局 找了麥康諾 一個建築師事務所 也是我們的衛武營的 衛武營藝術中心的設計師 整個改造了今天 我們最精彩的高雄火車站 在網路幾乎 大家一直在分享 那不只是這樣網路分享 連他們的建築事務所 是國際級的 四個 走到世界各國的各種論壇 都把他 把高雄火車站的整個案例 翻轉的案例 他不是舊的 翻轉新的 他是已經設計好了 結果沒有公民參與 結果反而因為 經過公民參與之後 再次的調整整個綠化 對環境的期待 對於使用者的尊重 很多的整個 所謂的利益關係人 stakeholder的人 都關照有關心的人 意見都被包納了 他處理的案子 就變成一個非常好的火車站 插開話題也是一樣 今天提的很多在 不管是環保團體 或者是整個都市改造 我相信我們也了解 市長最城市的轉換的過程當中 但一定有一些 大家價值觀可能會不一樣 或者大家對自己的想像 會不一樣 或者受害的 相對受害的 他覺得補償不夠 我覺得真的 大家 我是覺得 我沒有全部接觸 我所接觸的幾 兩三個團體 都是理性 可以願意去討論 進一步的 那我想這在市長 我以高雄市火車站這個案例 市長的高度 跟過去我們在相處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一定有 比現在更好的 更進一步的解決方案 那我們希望 但不可能 每一個方案都是大家滿意的 但是我覺得 在溝通的過程當中 被雙方能夠感受到 我們共同的問題是在哪裡 我要做的是哪些價值 我講的 不是每一方面都可以滿意 但是一定有 比現在更好的一個改善方案 這個也是透過這樣的一個案例 那再回到我們剛才的 不只是這個 中油這個地方 我們接下來 205兵工廠 連結再重點了 大家的想像又不一樣了 可能又有抗議的 又有想像不一樣的 我們也希望能夠讓 這個公民參與的機制 然後建立起來 每個案例 不管是大案子 小案子 都在人民有意願 有意見 有不同意見 我們怎麼去整合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 最高雄市 可能市長在這裡 當任的三屆 可能留下更重要 有衝突 我覺得去面對它 它反而轉換成最好的 我們的公民參與的模式 因為最嚴重 這麼多大大小小的案子 我們都能夠妥善去處理 建立真正的所謂公民參與的城市 這個文化 能夠在我們高雄 能夠流傳下來 我覺得這個市長 留給高雄的 不只這些硬體建設 對環境永續的一些 建設跟觀念 如果把公民參與 這四個字的 所謂代表後面的文化 能夠留下來 你如果說公民參與 公民助 公人權 大家嘴巴都要說 真正等到的時候 有經過實踐 有經過面對這樣的衝突 有面對這樣的挑戰 做錯的回應 那個經驗是更寶貴的 那我們不是故意要製造衝突 但是衝突在我們高雄 發生了這麼多事情 正面去面對它 樂觀去面對它 反而可能經過 我們這樣轉換的經驗 留下來 可能是對我們高雄市 更寶貴的經驗 這也是 那包括大領埔 依然 我們上市之前 我年輕的時候 處理當助理 處理大領埔 處理幾乎從第一天 到立法院上班 到九年離開 都在處理大領埔 三十年 經過了三代 那我這次看到 我們市政府 在處理這個事情 跟中央也許有過去的經驗 怎麼有 紅毛港 千春的一個經驗 相信這個大領埔 一定也有不同的意見 有抗議的 轉換的形式 那這些都能夠透過這樣的 適當的公民參與 大家的價值在哪裡 能夠經由這些事件 然後能夠趕快 透過公民參與 把我們大領埔的 變成很正面 大家討論 你有什麼想法 這是一個好事 要怎麼去 城市的轉換 大家有什麼 顧慮 有什麼受害 有什麼期待 這個大家都能夠透過 適當的一個公民參與 公民參與 有很多種形式 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 我想就是本乎一心 這是一個 我希望我們市政府 能夠在這樣的事件 在未來 不管是我們的中油五青 包括大領埔 205 包括現存的 我們的這些爭議 都是如此 你看這個 這是昨天我到台北參加 那個設計論壇 麥堅 介紹了四個經典 不是因為他在台北 他不需要去台北去讚美高雄 他是到世界各國 只要有相關的論壇 都把高雄 衛武營跟火車站的轉換 當作他們這個建築 事務所當作整個建築 跟環境之間的 經典的案例 那這是兩個案例 包括我們火車站 大家都非常喜悅 那我們 第二 剛剛講的 一個循環經濟很重要 請市長 也能夠跟我們的前副師 現在說錢 不好意思 中油董事長 林董事長 我們能夠 拜託他一件事情 停止營運的工廠 不要把它當鐵劍賣 現在放的一堆 都拍鐵了 你看到的 以前是一萬塊買的 還是一千萬買的 都總是拍鐵了 現在都是拍鐵了 我們要去找 他當然不會好 但是市政府要捐贈 做藝術品 很多讓你挑不完 那我們希望 讓他怎麼利用 文化局 金發局 金發局 有一個 那個 M-ROM 他們年底要辦一個 回收再利用的設計展 那我也希望金發局 能夠協調跟中油 能夠把這些工業的廢件 有哪些已經拆掉的 怎麼去變成 轉換成整個 不要只是小規模的 這台燈啊 不是說不可以 不要那麼 這個小東西而已 能夠做更大件的公共藝術 希望這個 金發局 能夠把這些 拆解的 已經拆解的 不要馬上賣 看看能夠做什麼 讓這些來運用 那還沒有拆的 先不要拆 那實際上這些 以前都可能只有一個 一個冷卻塔 這些可能就拆掉 拍鐵了 不太多 不要把這些世界級的藝術品 變成一個 只是拍鐵了 在處理 像這個管子 以前都是幾百萬的採購案 現在都是拍鐵了 我們希望把這些空間 能夠做成工業遺址 休閒空間 讓在地在那邊 污染了那麼多年 能夠變成他們的後花園 而且不只是後進的後花園 也不只是南紫、佑昌 是整個高雄市的一個後花園 甚至於說大家都願意去那邊參觀 這樣的一個空間 可能要有一個 比較高藝術感的 再去處理 那當然有些是可以 說要賣到印尼 但是我聽到他們說 大家都是 broker 都是要甩去 不是政府人 別國愛的 是都要甩去那裡 還要去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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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真的要賣這些設備 而在這邊再利用 根本就是用這個設備 還要期望大家 能夠去那邊能夠投資 那中油 不是純粹 那我是覺得 這些都是要討論 是留在這邊 當然留在這邊是沒有作用 變成工業遺址的價值 跟所謂的賣掉到那邊生產 中油所獲得獲益的下角收入 或者說回收的價格 它是一次買斷的 賣斷的 那跟工業保存的價值 我們討論完 讓大家 我為什麼要賣掉 我為什麼不賣 它留在這邊 比較新的設備 讓大家有一個參與 或知道的一個過程 這些都是那種視覺上 當拍 不是台南又要 不是被李安清典 是在台南嗎 我們可以自己創造更好的一個 拍電影的場景 這不是為了拍電影而已 像這種視覺畫面 都是世界級的 你拆掉拍電影 賣掉多少 我覺得大家要好好來討論一下 像這種水泥的整個空間 那件 我說的 你還去做人造的 做人造的電影場 都沒有那麼實景 沒有那麼精彩 那現在中油大概是說水泥會暫時保存 但是水泥旁邊的鐵 原則上會拆掉 原來的計畫 那希望現在董事長上來 有不同的想像 那我們希望拜託市長 做這件事情 就是跟中油協商 暫緩拆除及標售工程 我已經標出來了 就暫 像我們到屏東也是一樣 屏東的那些眷村空軍 本來已經 要帶執行拍賣 已經要工程發照標出去了 那因為很多環保團體 文史工作者去那邊支援 希望能夠暫緩拆除 屏東也從善如流 暫緩拆除 所以說暫緩是一個 拆除跟標售這個工程 希望能夠中油能夠協商 然後跟文史工作 跟藝術工作者 討論保存在內的可行性 那我剛剛講的 綠能研究所 希望能夠幫助高雄整個 一級產業轉型 大社以後要變成 不是一個可以生產重污染的 它要降低 它畢竟還是很多設備在那邊 如果要降級生產 那要怎麼高質化 那這些在在都需要 在這個產業很久的人 跟有研發能力的人 他們才能討論 不管是未來我們的 現在現存的 包括我們的林園石化廠 跟現有的所謂的石化大社 包括未來你有哪些要發展的 都要在這個 既有的東西要高質化 生產的過程 研究它怎麼樣更永續 更環保的生長模式 這個都需要研究所的人 來自應 然後好重視這樣 綠能研究所 那旁邊 這附帶的 旁邊有金屬工業區 我也後來才 英國這樣一直走下去 他們的技術 到底可以用在哪裡 他們現在發展的 綠能研究所的電池的材料 甚至他們有很多部分 一部分跟所謂的工業金屬研究中心 在那邊研究 那電動車 剛剛有提到 剛剛加工出口區 他那邊研究的 已經不是在研究電動車 都已經開發出什麼 電油混合車 以電為主 電力不夠 還要用油 這台灣他們因為 我這麼說 不好意思 他們說因為不能發表 因為經濟部規定 他們只能做 金屬的材料的研發的運用 馬達有馬達的部門 工業運工業做什麼 但是你不可能做一個東西 只做一個東西 他做汽車材料 他當然要做一部新的 所以說他們所做的電油混合車 我所知道的 連大陸都要去跟無路無路 他自己都只研究電動研究不錯 電油混合技術 他們還是沒辦法 居然藏在我們的金屬研究中心 有這樣的一個 這麼精采的研究 都已經有一個出行 所以我們高雄的 在中油這個基地的想像 我希望我們高雄市政府 能夠比較雄心壯志 不要只是把它說 除屋這個是最基本的工作 土地改良 這是最基本的工作而已 不是只有這樣 那我們希望市長 能夠再針對這些事情 記得我第一個 我希望市長跟中油先暫緩拆除 標售跟暫緩 討論之後 我們再來決定怎麼做 第二個 引進類似IBA 我當然這個錢是要中油來出 這個也不少錢 可是它會很精采 因為德國IBA它做過什麼 做過如果工業區的轉型 做過漢堡港的整個 再造的轉型 剛好都是高雄最需要的 那我想都發舉將 也跟我們市政府很多 都對這個團體不陌生 讓帶動我們高雄的整個 所謂的建築師跟都市發展的 跟相關的產業跟IBA這樣的合作 讓而且透過IBA 讓整個人建築這個案例 變成世界級的 那在這裡能夠討論三年 在這個過程 它討論不會是討論產業園區 它會包括說中油這塊地 在高雄這個空間的意義 包括205兵工廠 包括大林浦 都會被帶進來 我覺得像高雄這三年 會變得很精采 在討論在這個空間 在我們保存 在我們做土地 土壤改良的過程當中 同樣很多精采的故事 在中油五星這個遺址 繼續發揚 繼續再生長 變成一個有機的一個成長 這是第二個 希望能夠市政府 能夠跟中油好好研究 我們找IBA的這個團隊 或者是如果說 你不用他 我們自己購買 也沒關係 但是就是要有這樣的一個機制 來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那第三個 希望市長能夠很重視 綠能研究所 跟中油好好來研究一下 怎麼樣讓人才跟產業 跟剛剛講的各個附近的大學 相關的大學 第一科大跟高雄應用科大中山大學 相關的包括我們的高院 如果有參與這樣的一個 整個轉換的過程 能夠從產官學 藉由這樣的遺址 能夠被在這裡發生 綠能研究所 第四個就是公民參與 還是希望我們這一塊地 透過IBA 包括這樣的精神 包括我們剛剛今天的很多的團體 那些議題 有些是垃圾 馬頭山 不是馬頭山 要不要放在這裡的一個問題而已 我們要思考的是 工業廢棄物怎麼去減量 怎麼去再利用 這個才是我們在面對 馬頭山 這樣一個類似 米放在那裡 不只貼湯水質的問題 很客觀地去研究而已 是他怎麼樣去減量 不然也是垃圾要怎麼處理 你沒有放這裡要放著 你沒有放在那裡 你放到寶塔也一樣 那我現在放在哪個地方 當然要被經過大家所的質疑 我覺得這些有客觀的數據 包括水資源 包括是不是地震帶 包括對這個環境的影響 你只要放在 你是住在那裡 你的感受 都可以好好溝通 適不適合在那邊 那不放在那裡 要放哪裡 也要去研究啊 如果不放在那裡 是放在哪邊 要去討論 第二個替代方案 第三個 要來減量 這個才是市政府 跟產業界 在更久的 就我們講的 CO變遷一樣 CO2怎麼減量 因為以後還是會發生 我怎麼減量 那調適就 我現在 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會有不同的地方 讓這些問題 跟解決 不是只有兩個衝突 在要跟不要之間 有沒有其他可能 這個才是我們在面對 這樣的衝突 不同意見的一個處理方案 那以上 請市長 能夠跟我們答覆 謝謝 謝謝 請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黃思龍議員 跟文藝正議員 對於高雄煉油場 未來土地 怎麼樣子的規劃 市政府的立場 從來沒有改變 當然 首先我們支持 生態複裔這個方向 那同時我們認為 中油必須跟我們當地 我們的地方 我們的鄉親 一定要充分的溝通討論 那我們市政府一定會把所有的資訊 透明公開 向大家報告 那至於保油工業遺跡的部分 那剛剛吳議員 有很多盧爾工業區 他們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等等 我覺得這個都非常值得討論 那我會覺得未來 怎麼樣子的保存再利用等等 那我一定會建議中油公司 陳董事長 一定要跟大家開放 跟大家充分的討論溝通 是不是 如果能夠有更進步的作為 就像高雄火車站 當年我們高雄市 有很多不同的公民團體團隊 我也欣然接受他們的建議 然後今天高雄火車站 才有一個重新的面貌呈現 那我想未來整個中油的 整個熬夜這個煉油場的部分 那我也看到很多 非常有理想的民間團體 提出很多好的方案 那中油他們也有一些方案 但是我認為如果大家為了更進步 我是認為可以公開討論 那我也贊成公開討論 那至於說未來中油規劃 要不要成為國家級的這種 綠色循環的一個力能研究所等等 這個部分 我希望未來中油在一個規劃之中 能夠廣納很多民間的意見 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想像 然後大家把不同的意見 中油來跟所有如果有機會 希望中油的陳董事長 能夠跟很多進步 關心未來我們高雄 所有整個中油煉油場的所有 有未來核氣核從規劃的很多 我們進步的議員 我也會建議陳董事長 應該跟大家溝通 應該跟大家互相聽起 廣納大家好的意見 那只要為高雄好 我相信這個部分 應該陳董事長都會接受 所以我今天非常謝謝兩位議員 很多的指教 那有些如果屬於高雄市政府前者的部分 那我們一定會努力 來站在市民的立場 來把握我們高雄市應有的方向 那至於有關於中油公司 我們也會跟中油不斷的溝通協調 也希望未來所有的民間團體 能夠有機會跟中油董事長等等 中油未來的方向 大家溝通協調 謝謝 謝謝五黨團結聯盟的質詢 休息十分鐘